今天到我奶奶 奶奶要拿红薯银给我吃 我们已经吃过饭了 但是他们就没有吃过饭 我们现在到地里面了 到爷爷奶奶家 还有这么一大块地没收完 大家觉得这块地能收多少姜呢 差不多收个三千斤左右吧 这些人要压没一点点 压了管了 这不会的 不不会 打先撞 不 打先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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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才一不小心问到了爷爷奶奶的伤心事 他们家在这个村也是贫困户之一 两个老人家带两个孙子 大孙子才八岁 小孙子五岁 然后他们的儿子已经是 去世有四年了 值得庆幸的是 他的媳妇没有改嫁 在外面打工挣钱 然后两个老人在家里面 中一些姜 中稻谷 维持生活 下大雨了 我们赶紧把这些收完 就回家了 因为爷爷奶奶上午的时候 已经收了 差不多有一半的拖拉机了 应该也有几百斤了 没机会 没机会 吃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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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 吃饭 很多朋友都在问秋子 这个姜种怎么留 其实这个姜种要天气好的时候 来地里面选那些好的姜块 然后就拿回家把它放在地窖里面 放到明年 然后明年到了种姜的季节 就可以拿到田里面来种了 这个就是去年的姜种 到今年就变老姜了 我们现在准备把这个姜 装到陀螺机上面就回家了 这个草有没有认识吗 这是我们拿来做扫把的 这个草做扫把最好了 卖了 就要来了 欺账 欺账回来 下车了 谢谢观看